大家好,我是雪梨,今天咱们来看由魏与清贤所写的准双书《东凤结局续写》,十二 秉承着一股作气,加而摔三而结的理论,凤九决定一气呵成,将周深的气势发挥到极致,这样才能从气势上压倒帝君 于是在书房门前的时候,做了一个捋起袖子,双手插腰的出场造型 正准备一脚踢开房门的时候,扶着心灵一转头,就看见了果然偷偷摸摸跟在自己身后的小阿里 凤九一个眼神扫过去,再摆了摆手,做了个嘴形无声地说道 不许跟着,不然,我告诉姑姑去,就说你不乖 待确定身后跟着的小跟班果然不见了之后,突然悲催地发现,之前积攒起来的气势好像戏了下来 可是青秋女君又怎是轻易认输之人,并且对于掌回场子这种事情,好歹也算是有经验 况且说她堂堂一见与军年人,往大了讲,那可是丢得整个青秋的颜面不适 所以凤九并没有思考太久,一抬脚就踢了上去 却说帝君此刻正开心地揉着狐狸 化身狐狸的滚滚小脑袋被帝君按在怀里,自然看不到门外之人的气急败坏 倒是帝君似乎洞察了凤九心中的小九九 厚整以霞地看着门口,一道紫盲结计却是巧人失在了门上 凤九原本觉得自己这一脚是集中了全身气势的 想象中,自然应当先是哐当一声,门框掉落,然后伴随着房门的哐当声自己闪亮灯场 口中霸气吼道,呸你个东华帝君,你给我出来 今天就把事情给我掰清楚了,你说谁黏你呢?我黏你了吗?我有那么黏你吗? 然后以东华那个人的厚面皮程度,说不定立马就跪下撒娇求原谅了 再然后吧,原谅自然是要原谅的,但这过程嘛,总是自己说了算 可是,脚踩刚踢上去,就被一股软绵绵的力道给推了回来 那周深的气势似乎在踢门的瞬间被缓缓抽出一般,溃不成君 什么嘛,帝君是不是也太险了点,法力没用处还是什么的,连书房都要下姐姐 凤九愤然,不过既然这门进不去,那就翻窗好了 凤九心下想到,可转念一想,跨本在里面凡是上门讨要说法的时候 主角一般都是从大门逃而皇之进去的,然后再往那一站 那周深的气势就决定了事情的结果成败 如果翻窗而出,先不说形象如何,这周深的气势总够要少上几分 书房内,帝君正融完滚滚的第三根活力尾巴 一抬头就看见凤九在书房门与窗户之间夺来夺去的身影 帝君五声倾向,抬起一只手来,一道紫芒自指尖流出,消失在窗边 滚滚听到他娘亲的脚步声,毛茸茸的小脑袋转过来看了一眼 随即又为他父君给安在了怀里 帝君将手指放在唇边,做了个虚的动作 滚滚便任由他揉来揉去,老实极了 徘徊在门外的凤九纠结了半天,一边感叹气势这个东西果然不能中途被打扰 一边思索起,究竟该如何保持完美的气场 凤九想了想,凡事最好有两个方案,这样才比较保险 于是先对着窗户湿了个婚视觉进去,傅又加了九重 但等了等,将耳托贴在窗上,听了听里面的动静 又从窗格中向内望了望,只是可惜角度不太对 只看到一方紫色衣袖 算了算了,白凤九啊白凤九,作为青秋女君,这点自信还是要有的吧 凤九想了想,都加了那么多重 的确没啥可担心的,所以拍了拍手,做事从超而下 可刚跨上窗台,就发现窗户只能推开一半 着实不太好近 思索不过两秒,凤九摇身一变 敌君就看见一只小爪子,小心地沿着窗框试探 然后整个胡声往前一窜,完美着陆 在凤九想来,其实问质的流程很简单 她只需先进去书房,然后再变回人生,积累积累气势 但气势积攒得足够,再解了地精的昏睡觉 或者一个巴掌拍醒之,再悄悄之外 一只脚踩在岸边,一手插腰,俯视之 这便应该是充分做到从气势上压倒对方了 其实单就策略来讲,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可错就错在了小狐狸低估了地精的段位 于是,刚刚着陆的某只只觉身上一清 一只后腿被地精倒提着 整个狐狸就被倒在了半空 东华你干嘛,凤我下来 凤九在空中一个翻身 九尾红虎便落入了地精的怀抱 地精按了按狐狸头,再摸了两把狐狸尾巴 轻声道,夫人乖,我摸一下下就好 哼,凤九展开九尾 承开的尾巴照着东华地精的脸上 脖子上,手臂上,啪啦啪啦地就拍打过去 正拍得起劲儿,不想头地上传来地精带像的声音道 原来夫人喜欢这么玩,甚好甚好 夫人的毛色既唇也光亮 就连这狐狸也是融融的 触感十分合我心意 真乃圆毛中的极品 凤九觉得自己简直快要被嗷死 抬起狐狸头,做出一个威猛凶恶的表情 趁着帝君愣神的一刹那跳了下来 一个翻滚,又是如花似玉的青秋女君模样 凤九一手插腰,另一只手凑上琴 拉过帝君微长的衣领 破得帝君微微轻着身来 又想了想,还是觉得差了点气势 顺势将帝君往椅子上一推 然后自己一只腿踩上树岸边缘 很是霸气的说 梦够了没有,你,给我老实坐在这里 东华帝君挑了挑眉 知道小狐狸生气了 倒是无比乖巧的嗡了一声 一双眼睛无辜的看着凤九 手一伸,做了一个紧的姿势 哼哼,老实点 凤九亲了亲嗓子 长本事了是吧 浑水就困不住你了是吧 你说,我最近是不是对你太好了 你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天天变着花样整我好玩吗 梦九一口气说完 拿起树岸上帝君的茶杯 狠狠灌了一口 我确然不知道我姓什么 夫人,你知道的 我无父无母,何来姓氏 如夫人不嫌弃 我觉得随夫人姓白也是不错的 帝君低了声音 嘟着嘴,委屈巴巴 咳咳,这不是重点 我来问你,你为何当着阿丽的面诬蔑我黏人 我几十年你了 你给我说清楚 明明就是你时时黏我 顿了顿 看着帝君正以一种无比优艳的眼神 看着自己 又加了一句 还看我 看什么看 给我回答清楚了 哼 夫人 我以为我们既然都是一家人了 自然你的就是我的 我的也是你的 所以同理来讲 我黏你 也就是你也我 不分彼此 难道是我想错了 夫人并不愿同我一样想法 错 当然错 而且错得很离谱好吧 四海拔黄鸡只 我是青秋女君 这要是传出去 说我天天黏着你 算是怎么回事 且不说这并不是事实 就算是事实 也不能犹如我青秋的名声 所以 看来我与青秋相比 夫人果然更看重青秋 微服好伤心呢 帝君顿了顿 不过 若只是因为面子问题 这倒好解决了 要么 我去把阿里揍一顿 再威胁之 以后若传出对你不利的留言 就为他试问 你看可好 哦 对了 我们儿子好像也听到了 或者 你是想连我儿子 也公平对待一番 唉 微服怎么没看出来 你就这么心狠 你敢 一个月书房 至少 听完帝君提起滚滚 奉酒后之后绝地想起 从近来至今 就没有看到 自家儿子的身影呢 隧道 你 把滚滚藏哪儿了 该不是已经对他做了什么 帝君点了点书啊 再点了点杀战后面的小榻 很是无奈的控诉 滚滚是我的宝贝 我怎么舍得对他怎么样 不过 也确然有人对他怎么样 那人还不是别人 正是他嫡亲的娘亲你 喂 你可别乱说 我腾滚滚还来不及呢 奉酒反驳 帝君无言 往后挪了挪嘴 示意奉酒自己过去 奉酒怀疑的眼神将帝君从头看了个遍 还是抵不住对自家儿子的关心 急不过去 还不忘交代一句 老实点 帝将青纱轻轻撩起 看见一只九尾银湖正团在一起 睡得正香 你你你 滚滚怎么回事 奉酒愤愤然道 书人之前 帝君的声音轻轻地传来 夫人 是谁对着我的书房 一连下了十重婚睡节来着 我倒不曾有啥 可滚滚才加加两百万岁 大约这一时半会儿 该是醒不过来了 你 奉酒无语 不得不承认 婚睡觉的确是自己下的 可自己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嘛 说到底 还是怪帝君 很好很好 啥都别说了 你 给我睡两个月书房 就这么决定了 奉酒拍拍手 从榻上抱起滚滚 昂首走了出去 尽管存了心理准备 但刚刚走出书房的奉酒 还是被突然闪现 挡在自己面前的帝君 给吓了一跳 你 让让 夫人夫人 帝君一手摸了摸 凤酒海里的滚滚 一手轻轻勾住 凤酒的衣袖转了转 干嘛 你最好说出我想听的 别挡住 送滚滚回房睡觉 凤酒白了帝君一眼 将帝君战入的衣袖 往外挪了挪 夫人 夫人想听啥 我保证 只要你告诉我 我就说给你听 帝君眼神忧怨 三分无助 七分委屈 哼 什么叫我想听啥 你就说啥 说到底 你根本就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凤酒分言 夫人 我有反思的 哦 那你都说说 你反思了些啥 凤酒往旁边让了让 让帝君反应几块地变出一张小椅 不由分说 扶着凤酒坐了上去 自己则站在凤酒跟前 微微捶着手 像极了一个小客班 哼 好好说 别想蒙后过关 东华 你耍我是不是 给了你机会你还不解释 那就书房室三个月 即可生效 不许返回 反对无效 嗯 还有 这三个月你伙食自理 厨房我们一分为二 你做你的 我做我的 火不相干 凤酒蹭地站了起来 推开帝君 抬脚就要往井殿走去 夫人我错了 方才怎么不说 晚了 凤酒悠悠吐出来一句 别别啊 夫人 你听我解释 我方才其实又在心里反思了一遍 觉得之前的反思还不过深刻 所以 又给升华了一下 帝君拦住凤酒的腰 又将它按在了椅子之上 是吗 凤酒很怀疑 既然 你已经如此深刻反思了 那就 那就原谅我了是不是 帝君侧上前来 带着些欣喜 想太多 凤酒打开帝君伸过来的手 将帝君垂下来的一褶头发拉持过来 一边把玩一边说道 说吧 我倒是要听听 你这反思是如何的深刻 莫了再加了一句 千秋事物繁忙 我这几日 倒是落下了不少 我其实并不是太有空闲的 不像某人 说完便不再开口 只一双眼睛将帝君看了个遍 帝君顺着势头 从善如流地半跪下来 任凤酒摧残自己的银发 一边还不忘用手在凤酒腿上轻轻地捶起来 是是是 夫人说得都对 夫人手握实权 又是青秋女君 自然不是我这种 寻散神仙可比的 我不该日日缠着你 害你荒废正事 污了你的英明 帝君悄悄抬眼 看了看凤酒的脸色 夫又快速低下来 认真地继续捶着 还有呢 自然是还有的 地精低眉顺眼 我不该为了我自己的脸面 把明明是自己做的事情 强加在你的头上 最关键 还让万人给听见了 虽然吧 其实 我觉得我并不是一个 看重颜面的神仙 所以 你说我要这个脸皮干嘛呢 可大约是因为夫人实在太过美貌 我那个时候一看到你 就被你迷到不能自已 一想到这么美貌的女子 竟然是我的夫人 内心实在太过高兴 一不小心就存了虚荣之心 可是我又想 夫人平时总嫌弃我 说我不要脸皮 我觉得自己 不能总是犯同样的错误 所以就觉着吧 偶尔 还是应该要一些脸面的 只是第一次正儿八经地 想要一次脸面 却用错了时机 一直惹夫人生气 自然是我的错 嗯 你的确很不要脸 还算有自知之谜 风酒狠狠扯了扯地君的吟霸 就着手指掏了一个圈 夫人 疼 别打岔 继续 风酒换了一只手 拉过地君另一侧银发 捋了捋 颇为悠闲地说道 方才往这一站 这肩膀似乎有些酸疼啊 地君闻言 一只手连忙放了了 风酒肩膀 无奈自己的头发 被风酒扯着 实在用不上多少劲 想要站起来 又觉得此时并不是 激怒这只小狐狸的时刻 于是干脆 另一只腿也跪了下来 双手勉强放在 风酒肩上捏了起来 夫人 我知道你一定是生气 我没有被你的婚睡觉给放倒 对不对 其实 夫人的婚睡觉鼎厉害了 我其实是睡了那么几秒的 可你知道 我从开天霹地至今 经历了那么多大战 身上到处都是伤 现在虽然不怎么打架了 可这数十万年下来保持的警惕心 实在已是无法改变 地君看了看放酒 颇有些委屈地说 这事儿 是我错了 我不该在夫人面前 也警醒 我是夫人的人 为了夫人连心都给抛了 又有什么可警惕的呢 帝君抬眼 只见放酒宁神 自有所动 所以继续说道 所以 我深刻反省之后 决定 从今以后 要更爱夫人 一切以夫人为主 夫人说的话就是圣旨 夫人叫我往东 我绝不往西 说完摇了摇 放酒的肩膀 放柔了声音 又叫了一声 夫人 你就原谅我 好不好 好不好 奉酒被帝君一席话 说得有些迷糊 听帝君说起身上的伤 又有些心痛 直到帝君摇他肩膀 又喊了声夫人 其实 气消了七七八八 不过难得帝君 说出最后这番话来 不加以利用 都对不起刺激 于是奉酒 亲了亲嗓子 嗯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那本女君 就明明强强饶过你了 这样吧 小厨房 也就不分开了 至于书房 那就两个月吧 啊 夫人 不是都原谅我了吗 怎么 你明明刚才说 我说的话就是上纸 这么快就反悔不成 嗯 不曾反悔 不曾反悔 那就好 难得都倒地君一回 奉酒心情甚好 棒了滚滚 小跑开去 这一集就在这里结束了 还想看的赶紧点赞 与评论下 订阅大雪梨 打开小铃铛 天天有堂客 关注公众号 大大雪梨 有机会看文字版的哦 我是雪梨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